自1840年以来 中国人所谓天朝大国的自我想象 一再遭受打击 但没有哪一次打击 能比得上甲午战争的惨败来得沉重 短短几个月 竟然被一个在19世纪中叶近代化水平 与中国站在同一条旗袍线上的罪儿小国 打得割地赔款 这是何等之耻辱 一时间朝野震惊 举国上下有识之士 纷纷开始反思战败的原因 在这场中日大战中 北洋水师毁于一旦 怀军一败涂地 旧式军队的种种弊端成为人们批判的焦点 改革军队的呼声顿时高涨 一时内外交张 争现练兵之策 在此情形下 清政府参照西方的近代军事制度 决定改练新军 1894年11月 清政府成立都办军务处 以公亲王一新为都办 庆亲王一匡为帮办 李鸿枣 荣禄等人为会办 开始着手编练新军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 长卢盐运使胡玉芬在天津马场一带 就已组建了一支近五千人的定武军 不久因当地营防不足 定武军于是移住圣子军出征后空置的小战兵营 在沉寂了几个月之后 小战重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战争结束不久 胡玉芬被调往都办金卢铁路 取而代之接管定武军的 则是一位刚从朝鲜回国不久的驻外将领 他便是袁世凯 袁世凯自魏廷 号荣安 1859年出生于河南相城 孤有称袁相城 袁家世代官宦 祖辈都为清朝显贵 权重一方 袁世凯年少时 先后在济南 南京 北京等地读书 成年后 袁世凯两次相识为众 于是弃文从武 于1881年 投奔山东淮军无常庆布 次年随军入驻朝鲜 至1894年离开朝鲜时 以官制驻朝总理大臣 我祖父在朝鲜 帮着他灭了他们亲日派的那一帮 把他们灭了 并且抵制了日本的侵略 并且还帮着他们通商 所以给朝鲜是建立了很大的功劳 所以这样为了报答我祖父 她这些功绩就把李王妃的妹妹金氏 许配了我祖父 并且还征送了两名这个使女吧 陪嫁 就是两名陪嫁 一个无事 一个米氏 我祖母是姬氏 袁世凯的一生有两大污点 其一是出卖地党 镇压维新派 其二也是最不能让世人宽恕的 则是他晚年恢复地质自封红县皇帝 如果没有这两块污点 后世的史学家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此人 一个多世纪以来 卖国窃国的名号是如此之刺眼 以致人们再也不能 或者不愿去探究历史的全貌 事实上 袁世凯早年驻守朝鲜达十二年之久 在此期间 他凭借他的智勇和才干 在艰难的史举中不辱使命 竭力维护了本国的利益 李鸿章对袁世凯曾有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 才史英敏 力持大局 独尾其难 也正是因为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功绩 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 逐渐为人所食 成为了十九世纪末 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心形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未窜时 相识当时身便死 一生真为赴水指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 在评价袁世凯的一生时 难免会发出如此的凯叹 让我们回到1895年 其实袁世凯三十六岁 当他怀揣上誉 赴任小战时 或许并没有想到 在这里 他将迎来人生中 最为辉煌的时刻 而历史也将因他的到来而改变 袁世凯到小战后 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新军都炼处 并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 事实上 早在袁世凯获得编练新军的任命之前 他就曾经向当时的大学士 军机大臣李洪早上书 论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提出整顿旧军 改练新军的方案 在上述中 他分析道 此次兵物非患兵少 而患在不惊 非患兵弱 而患在无数 其游族患者 在与军制冗杂 事权分歧 纪律废弛 有鉴于此 袁世凯提出 维京之计 以历程前飞 太冗兵 劫迷废 退雍将 以速军政 他在文中 还非常细致具体地 阐述了自己 有关组建新式陆军的 种种设想 由此可见 袁世凯在当时 不仅报复远大 而且对于组建新军 早已有了自己的准备 我祖父在替朝鲜平乱的时候 也训练过一支新军 就是新式武器 从德国进口的 是这样 有这个基础 他正好在咱们那个时候 甲午战争之后 咱们中国海军失败 中国海军失败 他看这种情况 他就认定 是必须有强大的新军 正是他的这篇尚书 连带他在朝鲜时的种种作为 是袁世凯在李鸿枣 荣禄等朝中全臣的评价中 获得了织兵的美誉 最后胡一芬调走以后 谁来捅代这些军队呢 于是朝廷就有人建议 特别军机处就建议 由袁世凯去小战 来继续训练这些军队 不久前 小战镇按照当年 袁世凯练兵时驻地的行制 兴建了一栋练兵园 城墙 蒋武堂 新军都链处 以及行营买卖街 袁世凯行园 每一样建筑都力求 再现当年的样貌 置身期间 人们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这个地区呢 也是我们中国新式陆军 军制 军服 军事装备 的一个转换的地点 我们国家新式军队 诞生的地方 是冷兵器向热兵器 转换的地方 对促进我们国家的军事发展 军队的建设 军队的发展 确实当时起到了一个贡献 这样的作用 那么我们觉得有责任 恢复这一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让大家了解 小战阵 因米而兴 因兵而鸣 1895年 随着袁世凯在小战 创立新建陆军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正式拉开了帷幕 建军一时 袁世凯首先想到的是网罗人才 他的结拜兄弟 在汉林院供职多年的 徐世昌最先来到小战 出任新建陆军参谋 营务处总办一职 随后 袁世凯又先后招揽了 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 冯国璋 段祺瑞 王世珍 梁华殿 曹坤 等一批 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优秀人才 参与训练新军 定武军原有官兵不足五千 改编新军后 扩充至七千二百五十人 袁世凯招募新兵时 在年龄 体能 品行等方面 都设定了 额为严格的临选标准 这在今天看来不值一提 然而在当时 与旧式军队的士兵制相比 已有天壤之别 同为小战练兵 袁世凯时代的新军 在军队变革方面 显然要比周盛传时代的 圣子军走得更远 袁世凯首先对军队的建制 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新军虽然仍沿用 怀军的 营 队 少 鹏等名称 但实际上 已经摒弃了旧式军队的框架 基本上采用了 德国近代陆军的建制模式 全军分步兵 骑兵 炮兵 工程兵 资重兵等兵种 工兵营的专业分工也非常细致 包括桥梁队 地雷队 雷电队 修械队 测绘队 电报队等 兵种的增加 特别是工兵的出现 是军队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 新军还实行了中西结合的军衔制度 军官分三等九级 军士和士兵各分三级 新军的装备 一改怀军 乡军 武器庞杂的现象 实现了制式化 枪械一律改用奥地利生产的 曼力下步枪 马枪 军官佩戴六项左轮手枪和制式配刀 其他装备还有东下制服 军帽 战靴 手套 雨衣 雨帽 阳毯 背包 水壶 美少有阳表 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 美二营有行军电台一部 装备的制式化提高了后勤供应的效率 装备的完备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此外 袁世凯还通过中国驻德国使馆 聘请了十多位德军军官来华担任新军教官 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 新军先后制定了粗糙规则 打靶法事 行军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由此 新军的管理日趋规范和系统 军队的战斗里离不开严明的军纪 然而 当时的新军士兵大多不识字 为了帮助他们记忆诸多的条令 规章 由徐世昌亲自主持编写来 劝兵歌 侦探歌 行军歌 大帅练兵歌等一系列军歌 这些军歌既能帮助士兵记住条令和军纪 又能提高士气 极大的改变了军队的精神面貌 其中 大帅练兵歌是根据德国军歌 德皇威廉练兵曲的曲调填词而唱 后来 这个曲调在中国军队中得到了传唱 先后演变出北洋军军歌 国民革命军军歌 以及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新军都练处同时还附设了 两响局 军械局 转运局 洋务局 军医局 教习处等机构 其中 军医局的设立使得军队的医疗保障 和野战救护成为了一种常态 到了19世纪末 20世纪初 那么特别是经过英国克里米亚战争以后 那么在欧洲国家的陆军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可是现代战争观念 现代战争的救护观念 那么都已经出现了 比如南兵戈尔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所以就是袁世凯他所在小战引进 他引进的是当时世界上通行的军队建制 周盛传时代的练兵是练兵不练将 而新军则非常注重训练下级军官 新建陆军为此特别设立了炮兵 步兵 骑兵 德文 四所随营学堂 统称行营五倍学堂 用来培养下级军官 下级军官在日常训练的同时必须参加轮训 新式枪炮的装备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也提高了对基层战斗单位的战术要求 对下级军官的训练 强化了对过去松散的基层组织的控制 新建陆军的操练基本上由下级军官组织 这使得各种新的战术能够得到彻底贯彻 在新建陆军中所形成的这种军校传统 对后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近代军事史上 火炮被尊为陆战之神 小战新军在建军之时就专门设立了炮兵营 这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野战炮兵部队 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则是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毕业 曾留学德国柏林陆军学院 并曾入克鲁伯兵工厂实习的段启瑞 在小战那儿那时候就我们就管知道 这个在那小战那儿练兵的时候 他是管这个炮的 段启瑞原名启瑞自知泉 晚号正道老人 1865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1881年 段启瑞只身徒步前往山东 投奔威海驻军 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老爷子是从家乡十几岁 十六七岁吧 从安徽省 从安徽老家 徒步走到山东 奔他 投奔他的叔叔段同德 是那个 投军走着去的 到那儿以后 他待了两年以后的话 可能有段忠德 就听我父亲讲 给他保送到军校去学习炮兵这一段 从这一段学习政改清政府 选派出国学习军事 1885年 段启瑞进入天津武备学堂 为一期预备生 不久分入炮兵课 在天津武备学堂 段启瑞先后学习了兵法 地理 军器 炮台 算法 测绘等新式课程 1887年 他以最优等成绩 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 1889年春 段启瑞被派往德国柏林陆军学院留学 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 段启瑞又被派往埃森克鲁伯炮厂实习 出去以后的话 他们一共出去可能是五个 留学一年半 完了以后一年半以后 那四个期回来 老爷子又在德国的克鲁伯炮厂 继续实习 继续学他那些工艺制造 他那些使用这些东西 回来以后 他就是分到哪儿 当保定时分到天津 做教官 在德国留学的经历 对于段启瑞的一生影响深远 克鲁伯家族威力巨大的先进火炮 让他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科技的魅力 而西方文明的洗礼 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开明 若干年后 段启瑞参与逼迫清帝退位 以武力驱逐张勋 再到坚决抵制袁世凯恢复帝制 历史上段启瑞三造共和之功 除去他本人的性格因素之外 海外留学的经历不无影响 那个时期都信奉要有病都信奉中医的 但是他就比较思想比较开放一些 就是有些个事 有些个病就需要找西医看 而且在生活上并没有说 我们家里头像那种要求挺现在来说了 就是过去那种封建那种意识 有的时候我们家在当时的社会 还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是 那个可以说是先进一些的 我的大姐就曾经是在天津中西女子高中毕业的 当年回国后 段启瑞并未受到重用 这使他纵有报国之心 却无用武之地 而来自天津小站的一支调令 终于让他看到了希望 袁世凯之人善任 非常赏识段启瑞的学识和阅历 段启瑞刚到小站 即被任命为新军炮营统带 炮兵学堂总教习 段启瑞由此对袁世凯感激不已 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袁世凯忠心耿耿 甘为毕诸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另一成果 则体现在近代军事理论的贡献方面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 徐世昌等人陆续刊印出版了 《新建陆军兵略陆存》 《新建陆军操法详细土说》 《战法学》 《战略学》 《陆战心法》等一批军事理论著作 这些著作对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军事变革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世凯在徐世昌 段启瑞等人的协助下 只用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便把小战新军打造成为了一支 真正的近代化陆军 一支是所公认的近旅 时任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 曾先后两次到小战检阅新军 期间他在给光绪帝的奏章中写道 近年所建各军尚无出其佑者 清政府指派袁世凯小战编练新军的目的 是挽救自身衰微的命运 换言之 小战新军建军的初衷 是建立一支属于朝廷的军队 但是朝廷不等于国家 忠诚于国家的军队 能够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效忠于朝廷的军队 一旦这个朝廷遥遥遇坠之际 却很可能成为动乱之源 小战练兵的后期 袁世凯灵敏的政治嗅觉 使他觉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 于是袁世凯这位智势能臣 乱世奸凶 便开始将新军逐步地培植为个人的势力 袁世凯他为了保证这支军队 绝对服从于他个人 他也用了很多的办法 那么据说有一次张之洞就问他 说你训练军队训练不错 你有什么好办法 袁世凯就回答张之洞说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主要是要养成军人的绝对服从 1898年 戊戌政变后 慈禧令直立总督荣禄 组建五卫军 新建陆军 于是成为五卫军的一部 改名为五卫右军 1904年 五卫右军整编为北洋新军 编制扩充到两万五千人 1905年 北洋新军改编为北洋常备军 下辖六镇 总兵员八万人 其主要将领大多出自小战 袁世凯持续十年之久的小战练兵 至此卸下帷幕 而一个左右中国未来命运 仅二十年的军事集团 则在枪炮声中粉末登场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 如今站在空旷的小战练兵员操场上 依稀仿佛还能听见内支军队行进的步伐 百年前 那一群年轻的官兵们从家乡的田野走来 他们或许也曾怀揣强国的梦想 抱持旧王的初衷 然而当他们聚集在大清的隆起之下 却在硝烟中迷失了方向 许多人至此也未曾明白 他们究竟在为谁而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